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2月25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文汪 大家好 澳洲珍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材士珍,你好,早安 我不是我家燦森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除了去大台《望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曬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在講主題之前,有一件事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望向編輯部》的一個環節就是2020.02.23e 題目就是誇張到爆突發 誇張到爆,加國議員成功爭取新疆定士 今次大鑊了 這一節我就提到一個叫做 莊文豪的保守黨國會議員 有些網友就說 恐怕就會跟其他 一個已經不在的另一個議員 是多倫多市議員 他的名字叫做 Gordon John 所以希望我們澄清 不要搞亂 沒有問題的 Michael John 就是一個混血有中國華裔血統 自己和自己改了一個中文名的 保守黨國會議員 叫做Michael John 而另一位叫做Gordon John Gordon Joseph John 就是一位2018年已經不在的多倫多市議員 他曾經是做過這個高火車 就是一個火車 高火車在公元2000年到2006年之間 他曾經做過高火車的Vice Chairman 和Chairman 都是勞虎功高的一位政客 他在多倫多土生土長 在此特此澄清 希望大家不要搞亂 沒有問題的 如果再有什麼疑問 可以再微信告訴我們 多謝網友先 好 我們開始這一節的主題就是 報稅的時間就快到了 其實就在加拿大 其實不單是加拿大 是全世界五眼 先進國家 政府一沒錢就會發瘋 不好意思 先進要加一個引號 先進國家要加一個引號 其實他們自稱是以發展國家 他們自以為先進 其實 他們一向都說自己先進 無論如何都好 不好意思 以發展國家 沒有問題 說句壞些就是 我都要說句壞些 我很少說句壞些 但這次我也要說句壞些 4G都沒有鋪好的地方 你還說先進以發展 簡直就是發毛的 我都不怕說 對 對 寫了這個我認同你 你們那邊 你們澳洲還沒鋪好4G 我這邊已經鋪5G 這些國家其實都有共通點 就是一沒錢 稅局就會不斷扯人 新近就有很多新聞 就是關於沒有錢 被政府追稅 搞到很嚴重 首先我們先說說 在去年的9月 有一個華人在這裏 被罪局追到他逃稅 他們通常就說 買賣金融產品等等 總之會有些方法去逃稅 結果就被列市民山市一個居民 因為以不實的稅務優惠 就找到差不多20萬的HSD合併稅 HSD的名字就包裝得很好 叫Harmonized Tax和諧的稅率 其實就是把聯邦的GSD 和省的間接稅PST合併一個稅 那他現在就要償還利息 還款 還要再罰款多19萬5千元 加元 那就有條件 就坐花廳 就18個月 而另外在賓頓市也都爆了 有條人就用假的慈善捐款被通緝 那他2008年 即是12年前 就因爲這些東西就逃離加拿大 怎知去年 2000年就不知爲何會入境 他以爲可能過了12年 你追不到我 怎知 如果沒有電腦的話 就沒有電腦的話 按個按鈕 你就是那個人 真是 慰眼識精英 一看 就知道你全家拿了 就要拿你的稅款出來 就被罰款 41萬2306元 即是他們有機計的 那些% 就罰 還要入獄兩年 減一天 真的 也不是加一天 減一天 真是串到爆 其實很多時候 所以逃稅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東西就是灰色地 那我們說幾個個案 是現在傳的 傳得很重要 是全世界的華人社區都傳 就說在澳洲 就有個48歲的華人女子姓邵的 和她老公王先生姓王的 就被澳洲稅局追稅 那法庭 澳洲法庭 就直接說要凍結他們的台產 他們兩個人的名下 有11個銀行張戶 有3處房產 在色尼就有5間房 就有4個廁所 佔地就3公廷 至少佔地 至少就值650萬澳元 而根據透露 財產凍結之後 他們還有800萬澳元握手 那其實他們到底欠多少呢 估計他們的總房額 是1100萬澳元 那稅局呢 澳洲的稅局 就查了兩個人的情況 他們連續12年申報 就低 他們的申報的收入 是低於實際收入 塗稅額塗到有3,170多萬澳元 他們就和一間公司 就有大額資金來往 而這間公司的董事 就是老公 王先生 那這兩夫妻 就是利用這間自己的公司 就在左穿 右穿左插花 就作為資金轉移 而他利用這間公司 就將他的資產 轉移到第三方 在2021 在2020年1月那時候 將公司的權益 就轉移了 去給第三個人 姓周的人身上 即是等稅局追完他 他可能隨時說破產 這樣空殼公司逃稅 那些這樣的事情 而現在就是被稅局追到他爆 其實是不單止在澳洲有這樣的事情 現在在美國都有類似的逃稅事件 就是很多人收cash的店 其實就是收cash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尤其是做餐館生意 很多人是收cash的 但是其實 餐館 其實近七八年 其實不要說七八年 近十幾二十年 是稅局查這些cash 是查得很重要的 最出名的一件事 有一件事就是 有一次我是聽說過 在上次我們講過那個萬錦港場 有一間店長期是排長龍 結果呢 那稅局呢 就找人坐在那裡裝吃東西 抓住他 不斷偷偷地記下他排龍排多少 結果是罰了 結果就到那一年的時候 就出手 就是通常等他兩三年 慢慢數他 查他 再查他稅 然後就動手罰他 就罰了他十幾二十萬 有一間食肆 那哪一間我不說了 就在萬錦那裡 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還有其實 現在你說的都是新世界 算是澳洲 加拿大 其實英國都是查cash 查得很嚴重 之前我們講過一次的 其實就是現在在英國的機場 就有狗去問那些現金 就是當你那個現金的量 過了某一個數 它是可能 直接是可以 將你那個現金衝高的 那當時我們講這件事的時候 有些網友呢 就留言說 沒問題的 可以帶大量的cash 過英國海關的 這樣 你們講謊 那 記住啊 現在BNO祖國議員 那些東西多了 大家真的要小心 就是我們都要講給那些 現在搞BNO祖國移民的那些網友 聽 狗狗黃人 千萬不要 信有些網上那些 磨碌講的東西 就是芒向編輯部 就比較可信 其實呢 你只要找一下 報紙就會知道 英國真的有狗去問那些cash 就是問那些現金的 他那個做法呢 就是訓練那隻狗呢 問印銀紙的油墨那股味 你隨便打 就是在Google那裡 隨便打 UKBORDER DOT FINES CASH 就大把的了 就是你會看到很多這些新聞的 其實不單止是英國 這件事情 連歐洲都做的 法蘭克福都有的 如果你沒有申報 你帶著一大堆現金的話 它可以充公了你的 我講一件近期的事 就是2020年8月13日 這一單呢 就在法蘭克福的 法蘭克福就有隻狗 專門是索現金的 那歐盟的法律呢 就是如果你帶超過 一萬歐羅的現金呢 進去或者出去 你都要申報的 如果你不申報 它是可以充公你的 那有人當然是不申報啦 那它就 就是這隻法蘭克福的狗呢 就在2020年的6月和7月之間呢 就找到247,280歐羅的現金 全部都是沒有申報的 結果全部充公了 通常呢 每一次就是 有一次就是 它帶了一萬元的那個人 就是帶了一萬元 但是呢 就沒有申報 一萬零七百七十五歐羅 但是就沒有申報 是一個去中國的人 索到它 就是多一點都索到它 那結果那個 那個一萬歐羅呢 就被人抹收了 其實為什麼會帶現金出境呢 很多時候就是 那些唐人 或者 不是只有唐人的這個 這個不是針對唐人 唐人、印度人 很多開餐館 剛才珍比斯說的 餐館這些收現金 家產講過的收現金 他們呢 就不傳入當地的銀行的那些錢 那些錢呢 就一大堆這樣 帶去 我自己都知道 有些做炒餐的 在這裏 每年都回香港 一大堆錢 就賺回香港 這裏就交很少錢的 那些錢就賺回香港 放在香港 那它當然是不申報 就是 這些這樣的操作 其實就 不當適合的 但是有 不少人就是 以身事發 那英國 也都有例子 英國 如果你看回新聞的話 08年開始 已經有狗 都是去索這些現金的了 其實是很久的 這件事 就是有些網友 他說 沒有試過 我們沒有見過 沒有問題的 在我們那裏留言 其實那些留言 James見到 他就跟我說 這些刪不刪好啊 那我當時呢 我就做了一個錯的決定 我就說 算了不要理他了 他說沒有就沒有了 但是那個現實就是 是呢 英國很多機場 就算連Gagwick 這些比較小的機場 都是由狗去索這些現金的 18年的時候呢 有一隻狗呢 用了5個月時間 就索到 100萬英鎊的現金 這些 這100萬英鎊 就全球 都是充公的 所以不要想著 現金是那些狗 索不到啊 一索就索到 只要其實狗的鼻子 真的很美 你訓練去索 一件事 它就可以很容易找到 其實加拿大都有的 加拿大都是有 currency 過一萬 它們就能聞到 它們想 它們那些狗可以聞到 除了是 棒棒啊 胡椒粉啊 這些東西之外 譬如說 一些外來食物 因為說你物種 一些 最重要就是cash 過一萬 它都索到 英國可以加拿大 五萬都可以 其實加拿大 是可以給你的cash 不過一萬 一個一萬呢 它就來搞你了 那你自己 四五千 八千就算了 是很厲害的 你以為你自己 放進行李箱那裡 生活了 沒有人知道嗎 不會的 那尤其是 現在全世界都大開中門 打算吸收一些 有錢移民過來 它們都猜到 你們會怎樣 所以其實最好 老老實實地去報 其實今年呢 這個稅局 加拿大稅局 也都是向那些大企業開刀 向他們問 問他們拿cash 拿錢 交稅 結果呢 譬如說 有 譬如說 有一家叫納羅 現在要跟這個 CIA稅局打官司 一家納羅 是一家連鎖超市 擁有大統華的 現在還要跟它打 四億稅金官司 另外根據估計 全世界有錢的加拿大人 在那些海外收藏的錢 是過了一萬億 二萬多億 二千多億 二千四百多億 這個是稅谷估計 那它連大公司有錢人 都不 都不 何況你們這班 說要移民過來的人 或者一些普通的人 那我們可以說一下 對 他們最狼的時候 我看過一件事 有一件事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 他用了二十年時間 小屋 換大屋 二十年之內 換了好像十幾 十間屋左右 每一次換他都賺了些 誰知道他臨退休 稅谷就抓住他 就跟他說 你換屋換得這麼密 你不是換屋 你是把屋當做投資 我要打理稅 他跟稅谷揮 當然是找過那些稅務律師 跟他捏 左捏右捏 捏到最後一步 捏了幾年 稅谷出了大絕 就是說 我說什麼就什麼 不要爭了 我說你是 就是你是 還錢 結果他唯有再 他又要吐了幾十萬出來 變回大屋 換小屋 還要做多幾年 是很嚴重的 通常很多人 就以為自己 開當事 鑑門稅 可以鑑兩三年 說年年蠍 其實不是的 加拿大稅谷做事 我相信 所有的五眼都是這樣的 是養肥羊 才來宰你 這樣的 萬一他打電話來問你 發生什麼事 通常不會打電話來跟你說 我先說清楚 如果你說突然間有個人說 我是稅局打來 你欠我的錢 你快點還錢給我 那個你不要相信 絕對不要相信 因為他第一件事 是會寫信給你 叫你打電話給他 還有一個可能性 我就試過了 就是 我自己公司 那他就 有打電話給我 他真的有打電話給我 這個 這個不是 他就不是跟我說我欠稅 他就跟我說 他說有些政策改了 那他就負責 來跟我們的小生意 就是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中小企 就去講解一些新的政策 哦 就是不是叫你勾錢 他不是叫你勾錢 但是他就會 他就想一下 我們新政策要解釋 但是其實呢 新政策解釋呢 又是一個紡紙來的 我都覺得 我到現在都覺得是 他就要看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做生意 他就說 因為太多人開中小企 那他就真的 上來就跟你聊一下 看看你有沒有可疑 他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 這個是他們的操作 就是我和一些朋友 聊過 其他做生意的朋友 他有什麼解釋 一些新政策 其實就上來看看 你是不是做生意 嗯 其實 感覺到現在 五眼的政府 經過全世界的政府 會越來越難 對於走私留稅 大家記一記2008年之後 走私 就是漏了這件事 漏得這麼厲害 這次漏了個巴拿馬 報告出來 然後等全世界 連英女王都拿東西 問他拿錢 所以大家是要很小心 那我想講一講 如果遇到稅局 你應該怎麼做呢 就有個經驗 有位朋友 就買了 就是那些叫 共管 拍敏式度假屋 在一些旅遊性地 通常連攝幾年前 後來就賺 就是不要說賺 打個壺 但是突然間想著 連攝幾年前沒事 突然間碎局就 扔封信過來 我的朋友都停了 那打來 第一件事就是 要殺了狗頭 說麻煩你 哎呀麻煩你 我會弄清了一條數給你的了 扮了死狗 死狗是一定要做的 不要想著大支 我是以一個小市民的角度來講 那他要些什麼 你就給他些什麼 可能到差不多 他又打電話來 好像不夠了 那你就要更加低姿態跟他說 我不是說你是大老闆 我不是說你是普通人的應對方法 很謙卑跟他說 我願意完全配合你 我都要有些麻煩難處 怎樣怎樣這樣說 你給我一些日子 搞了一輪 起碼搞了兩年 條數才清回 他後來說 你都是欠我一百幾十而已就算了 這樣 這個是一個小市民應該要用的方法 如果不是呢 就找個會計和他談 算數了 這個是一些提示 不要想著說 我是香港人 我大了 不行的 對著稅局要自己醒爬 很危險的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經驗 我那個朋友的經驗 跟我說 我偶爾都租他那裡住 我那次看到他受眉苦臉 那一年 沒有辦法的了 這些稅局是最惡的 其實有兩個部門 西方永遠都是最惡的 第一個是移民局 第二就是稅局 是的 他一跟你聊天 你就要死狗了 不要大肆 我是香港人 香港人加油 你就死多幾次了 你真是麻煩了 麻煩你 你這麼喜歡做香港人 你這麼喜歡做香港人 那你就回去做香港人 是啊 是啊 你騙你 我認識有個帳戶 有個梁忠谷 就是講了一句 以前 你可能有機會 現在有電腦 你是跑不掉 就是這樣 資訊流通的年代 你是跑不掉的 不要心存僥倖 現金交易 就交少了百分之十五的稅 那他其實就很便宜 你便宜了百分之十五 因為那個銷售稅便宜了百分之十五 那他們那些收現金的人 他就交少了百分之三十三的 甚至是百分之三十七的 那他就很便宜 那有些人呢 就會捕捉 有些人就會報稅局 告訴稅局 這個人做Cash Job 那大部分的人都不會 那其實就 這個社會如果長期是 多人是做這些事情 那其實就受不了 一定要有人交稅才行 那香港的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香港其實有一部分人 就是我們節目都講過了 就是我們知道有些人 他們就大學忽異 但是呢 就不打正 不打工的他們 全部都是幫人補一下集 那些收現金 那些錢呢 也都不傳銀行的 那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就申請公屋 是真的有這樣的情況的 不是開玩笑的 有些人是 將這些這樣的東西 擺了 這些案例是擺了上去 討論區的 那他們怎麼做呢 申請了公屋之後呢 他們就 從來都是大學畢業 做freelance 永遠看出來的數目 就很少錢 看出來的數目 我說沒有錢賺的 賺幾千元一個月而已 但是實際上他們 那些錢呢 就是在家裡 要不就小了 那所以呢 就是這些隱藏資產的方法呢 其實全世界都有人做的 是看那個地方的稅谷查不查 那很現實的說 香港那種 查東西的力度呢 就很低的 跟其他地方比較的 其他地方是 就是怎麼說 是很出力去查這些東西 在澳洲呢 他們甚至呢 會在海外的地方呢 有一個office的 比如舉個例子呢 就是澳洲稅稅在香港 是有office的 是專門查 在香港有戶口的澳洲人 嗯 那就大件事了 其實就是查一些 在香港長住的 我覺得 那些唐人 或者回流的那些 這麼說 他還有一個 最主要查什麼呢 就是你在香港有戶口 你看到澳洲 澳洲呢 報很少稅的 經常都報沒有收入的 你如果報稅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你在澳洲 澳洲報稅 你可以報海外收入 接著你報完海外收入之後呢 你就打回應該要打的稅 就打回那個差額澳洲而已 其實香港 譬如你要交百分之十七 那麼他澳洲那裡 就收多過十七的嘛 那你就交回那個差額 那就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很多人呢 就連那個差額都不想給的 那如果連那個差額都不想給的 那你就 之後會有很多麻煩 這個就是真正的現實情況 好啦 節目到這裡差不多了 將來再討論 因為稅這件事 真是很複雜 和很重要 好 就這樣吧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